以此他能建立一切法 这个像是讲的什么像呢 讲像啊 心像 前道地藏王菩萨跟江青菩萨讲的心 解释心是什么样子 解释就是心像 这个像还是心 没有什么样子 不过在这个地方讲的很料 因为地藏菩萨不是跟大众说的 是跟监经信菩萨说的 说的很深入很料 我们一般讲教理说 或者一四教 或者一至五教 或者一至微识 那讲的就多了 从出现到深入 在这个地方讲呢 就讲到这个清净的本心呢 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 哪还有个目楼沦向呢 前头半部说的是一切凡夫 后半部说的一切圣人 你要借助持法 必须得把业障消露 让你先惨罪 把罪消露 才能学习 威信法门 后半部就是微信法门 当讲清净心 清净心是什么样子 没有分别 骗一些错 什么地方都有心 什么地方都有心 你这个能力慈受 建立一切法 万法为心 这个就是说的心圣万法 这个清净心是圆满的 没分别的 跟佛是无二无别的 佛是修成的 我们是本具的 如果我们本具 不具这个清净心 你怎么修也修不成佛 那简直都是一些石头 把它组成当饭吃 办不到的 石头就是石头 石头不能变成大米 但是差别 但是这个清净心 只有一批 一批 一切散法 一直清净心而建立的 一切乐法呢 也是清净心而建立的 心无善乐 如果有决定性的话 你断乐断不到 修散修不成 这不是决定的 这样来因神不得心 那也不得心 当然了 你要明白这个了 你也不会用斩叉轮了 用斩叉轮轮就是显现的 在佛界 佛法界 他都是说妙用 佛的一众生都是用 在用上显向 相亲 佛有无穷无间妙用 周大菩萨也无穷的妙用 从用上显心 凡夫呢 从体上显心 因此啊 这个心 就叫 如来藏 具住了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无量的清净功德之业 在这地方加个业字 业是作用业 作用业是修行而显现的意思 因为这个样子 米菜能够 不是原来本具有的 你修也修不成 就像我刚才举例说吧 你煮石头一样的成饭呢 办不到的 因为它具有 所以它能做得到 这个 比心灵味如来藏 如来藏之 如来藏的解释味 就是真如 为什么叫如来藏 不叫真如 因为两种含义了 真如已经在烦恼当中 叫如来藏 这个意思是大乘其论这样说的 华言经这样说的 如来藏性 如来藏 如来藏 就是真如在凡 为这如来藏 那要真如除了烦恼障之外 没有烦恼 那叫法身 法身是清净的 比心 比心 扶持比心 明如来藏 这个比心呢 就是一切众生现前一面心 咱们每一位道友 你现前这面心就具足如来藏性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面心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面心的体 现前一面心 他的体 他具有了无量功德的业容 寒常有 人人都能修成佛 人人都有如来藏性 所以能修成佛 如果你没有 你绝对修不成 因为我们现前众生的心 具足了无量功德之业 无量功德业 在你现前具足了 这个就叫如来藏 这个心 跟已经成就的平等平等 已经消沉了 祝佛正在此个法身 众生没了这个法身 众生也误了呢 众生误了就不叫众生了 就是佛了 这个说个缘起 缘起 缘起就是修 缘起 缘起就是如来所修的一切的 行 证了国 就据说了无量性功德了 如来一切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怎么来的呢 行来的了 行来的 它的功德是行修行证了 假使没有空意 空力见没有空的意 这个道理 功德建立不起来呀 建在什么地方 所以 一直真空建立妙有 含着真空不空 妙有呢 非有 妙有不是真有 真空是不空的 他据说无漏性功德 妙有非有 即是真空 以祝福的法身 从无始以来 无战无奈 自在不灭 一切现化 种种功德 恒言 恒常之言 为生修行 所谓骗一切四天 皆是作业 种种化一共 以一佛神 即是一切诸佛神 一切诸佛神 即是一佛神 所有作业 一切共义 所谓无分别相 不念彼此 平等万 以这一个法性 以一法性而有作业 同自言化 提无别意 这经文呢 你自己看起来 感觉着 很多不可理解 不能进入 我这个意义的呀 都是显性的了 显不能心提的了 这是从这说理呀 在理性上讲 进入很难 那就得从四上 加评誉 加母生活习惯 来印证 那你要把这些问题呀 都把它理解 在你生活当中 就渐渐能演入了 一切众生 跟十方些诸佛 无二无别的 提啊 这是本体 从理性讲 本来没胀呢 提本身不胀呢 这象上 肉上就不同了 这里就满了个叶了 提算入室 象 肉 不一样了 外申不一样了 这是讲乌 把众生翻过来 迷了 迷这个体了 迷这个体了 就变化了 在肉上不一样了 比水头 肉有差别 这个道理 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 现象上讲 我们都是人 那分别差别就大了 没有各种种类的人 白的呀 黑的呀 黄的呀 还有红的呀 这就不同了 但是本身都是人 人性是一样的 虽然母与佛 无二无别 都有执着 一些众生的 人我知 法我知 无名障 这就不同了 这些个业 也是骗人性重的 骗人性重的 骗人性重的 当代佛门奇述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唱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面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督众 力乐有情 现场倒数 五 四 三 二 二 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就会和我一起生活了 你们不要害怕 大黄可是非常听话的 可是他看上去好凶 并不像是很听话的样子 那是因为他还不认识你们吗 现在他认识你们了 就不会很凶了 大黄 你去跟大军和小军打个招呼吧 他俩是我的朋友哦 没事的 大黄就是在讨好你们呢 你摸摸他看看 不要紧的 弟弟 他真的很听话 你过来摸摸他吧 他真的很乖哦 就这样 大军小军兄弟二人 便和邻居阿小焦的大黄狗熟悉了起来 他对这兄弟俩的信任程度 就像对自己主人一样 过了几天 大军和小军两人要外出工作 喂 你们兄弟俩要去都市工作 怎么也没有说声再见呢 阿小哥 我们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是的 你们有跟我说过 但是你们没有和大黄说 你们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大黄会想你们的 啊 大黄会想我们 他可是一只狗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 大黄可是一直把你们当成朋友的 我知道了 大黄啊 过不了多久我们还会回来的 到时候啊 我们再来找你玩 哥哥 客运车来了 我们得走了 大黄 再见了 下次我们在一起玩的 好了 大黄 他们走了 我们也该回家了 阿小哥 阿小哥真是有意思 竟然说什么大黄在想我们 一只狗被他说得像个人似的 不过看起来啊 大黄好像真的把我们当朋友了 我看那都是因为我们经常拿一些东西给他吃的缘故 一只狗只要你喂他东西吃 他就会和你亲近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大军小军兄弟俩来到了城市里的一家餐厅找了一份工作 你们兄弟两个辛苦了 这里还有一些菜我们就一起吃吧 哎呀 今天这碗菜的味道可真不错啊 好香哦 是啊 里面还有不少肉呢 哎 这是什么肉啊 吃起来好香哦 难道你们没听说过这句话吗 闻到狗肉香 神仙也跳墙 啊 难道这是狗肉 没错 这就是狗肉 真的是狗肉哦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吃狗肉 味道的确美味可口 都说狗是人类的朋友 吃狗肉不太好吧 哥 猪肉羊肉牛肉都能吃 狗肉怎么就不能吃了 哥 你再尝尝 真香啊 对嘛 狗肉不过也是一种食材罢了 兄弟俩人在工作期间 渐渐的喜欢上了吃狗肉 转眼间到了年底 兄弟俩人回到了乡校老家 这不是大军小军吗 你们打工回来了 是啊 快到年底了嘛 就回家跟妈妈一起过年的 哎呀 这是谁家的狗啊 这不是阿小哥家的大黄吗 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对呀 他真的是阿小哥家的大黄 大黄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 你们不知道啊 大黄他经常跑到这里等客运车 像是在等什么人似的 今天看来他应该是在等你们俩 大黄 你真的是在这里等我们吗 大黄好通人心哦 谢谢你来这里等我们 那现在我们一起回家吧 哎呀 你们俩终于回来了 你们知道吗 大黄 他几乎天天都去车站那里等你们 天啊 不会吧 他真的一直在等我们 大军小军回来后 大黄很高兴 依旧每天找他俩玩耍 然而 嘴馋的小军每次看到他都会想起在都市里吃的狗肉 哥 我们回来后已经好久没吃狗肉 是啊 被你这么一说我也挺怀念狗肉的味道 你们兄弟俩在聊什么呢 妈 我们在聊好吃的东西呢 是吗 说说看 你们想吃什么 妈妈去给你们做 我想吃炖狗肉 啊 小军 你说什么 狗肉怎么能吃 狗是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吃狗肉 可是会受上天惩罚的 妈 在都市里很多人都吃狗肉 我也没看到他们受到什么惩罚 是啊 狗肉在都市可是很受欢迎的 都市的人吃什么 我不管 我们家的人就是不能吃狗肉 狗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知道吗 以后不准你们再吃狗肉的 听到吗 啊 呃 不知为什么 越是吃狗肉 他们兄弟俩便越想吃 好冷啊 这么冷的天 真该躲在家里的火炉旁啊 没错 如果火炉上再炖着一锅狗肉 那就更完美了 怎么 你还惦记着狗肉啊 当然了 哥哥 难道你就不想吃一顿香喷喷的狗肉吗 让你说的我也想吃了 可是在这里我们哪里能买到狗肉啊 哥 你看狗肉送上门了 啊 你不会是想吃到大黄吧 没错 他又大又大又肥 够我们每每吃一顿了 哥 你看他过来了 你快把绳子拿出来 我俩只要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 然后用力一拉就有狗肉吃了 毫无戒心的大黄 就这样被他们兄弟俩用绳索套住了脖子 在生命的最后那刻 他一直不停地摇着尾巴 眼泪不停地流着 真是太美味了 哥哥 你觉得呢 是啊 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俩做得有些太过分了 大黄那么信任我们 可是我们却杀了他 真的有点对不起他呀 哥 一只狗而已 就像猪羊一样 我们养着他就是为了吃嘛 我们没有对不起大黄 对不起的是阿小哥 我们将他的狗给吃掉了 对 我们对不起的是阿小哥 改日我们送他一点礼物算作补偿好了 嗯 哥 就听你的 然而 就从那天起 大军小军兄弟俩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梦到两眼雄光的大黄来撕咬他们 不要 哥 你怎么醒了 弟弟 你怎么也醒了 难道你也做噩梦了 真是见鬼了 这几天我一直梦到大黄 用一双凶恶猙獰的眼珠盯着我 我刚要逃 他便扑过来咬我 我也做同样的梦 弟弟 你说是不是大黄的冤魂来找我们复仇了 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 我觉得我们还是尽早离开村子 我就不信大黄的冤魂 还能跟着我们去都市 嗯 我们俩去不同的地方 让他无法分身 你说的有道理 就这样 大军小军兄弟俩过了年后 便分别去了不同的都市打工 可没过多久 大军又开始做噩梦了 而且时常还会在睡梦中 发出狗一样的惨叫声 你很健康 完全没有得病啊 可是 我最近总是做噩梦啊 我的同事说 我还会在睡梦中 发出惨叫声 医生 要不你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年轻人 你的身体真的没有什么大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应该是没有休息好 你回去 多休息一下 就会好起来的 真的是这样吗 我真的没有生病吗 妈 你说什么 小军他上吊了 天啊 怎么会这样 好 我马上回去 前几天 你弟弟就被他同事给送了回来 他同事说 小军他的大脑出了问题 整天说有一只狗要咬他 而且有时候还会趴在地上像狗一样 啊 怎么会这样 我不也是经常梦到一只狗来咬我吗 小军回来后经常会大喊大叫 而且经常还表现得像一只疯狗似的 大家都说他得了疯狗病 难道就没带小军去看医生吗 找过好几个医生给他做过检查 可是医生都说他没什么病 是啊 我猜小军他搞不好得的是疯狗病 昨天我们用绳子将他绑在椅子上使 他竟然像一只狗似的在流泪求饶 难道说真的是大黄讨债来了 只可惜我们当时将他捆绑的布牢固 让他挣脱了绳子 然后就用这条绳子上吊自尽了 能让我看一看那条绳子吗 你看 就是那条绳子 啊 这不是当初勒死大黄的那条绳子吗 报应 是报应啊 大黄这是来讨债了 谁也没想到 刚冲出屋子的大军 突然脚下一滑 摔倒在地 而放在门口桌子上的一把尖刀 此时却掉落下来 刺中了他的脖子 而这把刀 正是当初他和弟弟宰杀大黄的那一把 报应 这是报应